哈喽观众大家好 我是阿万妙的姐夫 Apple、苹果出VR头显这个消息 从18年开始每年都有 大家都非常肯定那一年必定有新品 可是Apple每年都没有给大家惊喜 以至于有VRUP主放上狠话 说如果苹果出VR头显就会表演吃袜子 原本的说词应该说 苹果出一个消费级的XR产品 但是很奇怪哦 这8年以来 苹果要出XR头显的传闻几乎每周都有 海内外的供应链分析师和媒体 都趴在身后非常肯定必须要出 把一件业内传闻变成数码新闻 好像逼到苹果今年不出XR头显都不行 Tim Cook都没法退休了 今天这期视频 姐夫根据网上爆料 还有现眼的消息 结合我玩VR、AR的经验 判断一下这些苹果XR头显爆料 哪些是真 哪些是纯粹扯淡 视频有点长 记得先点个赞和收藏再继续看哦 首先这款苹果的新头显 据说会命名为Reality Pro 操作系统叫XROS 类似iOS的3D版本 交互方面主要使用眼动和手部追踪 可以同时使用VR虚拟现实 和AR正常现实的内容 在VR里是被虚拟环境360度包围 使用虚拟内容 而AR就是把虚拟内容 透过Video See-Through 影像透视 叠加在真实世界上 听起来有点像Quest Pro 不过Reality Pro的硬件配置 强非常多哦 根据供应链爆料大线卧名旗 和其他路透消息 新头显采用了两块索尼开发的4K超高分辨率 Micro OLED屏幕 注意是单眼4K哦 还有定制的光学透镜 目前还不知道是否用Pancake折叠光路透镜 不过会支持选配近视镜片 芯片当然是用苹果自研的MC类芯片啊 但不知道是M2还是有其他的命名 头显三总共有15个摄像头 其中8个专门启动AR全彩透视模式 1个LIDAR深度传感器 识别定位场景物体 6个识别眼睛动态 其中有4个负责眼动追踪以外 还有2个负责红膜识别 红膜识别可以用于身份识别 代替指纹或者Face ID 识别每一个使用者 这是跟以往的VR透显最大的区别 也只有苹果有能力做到了 在Reality Pro正面有一块屏幕 显示用户的眼睛动态 不过分辨率和刷新率比内屏低一点点 我猜可能是显示类似Animoji的卡通 当然也可以视频用的 这么多刷上头 屏幕还有传说中的M芯片 肯定会带来功耗飙声和发热问题 苹果的解决方法跟其他厂商做后置电池不同哦 是采用了分体式电池设计 降低头显的重量同时 提升佩戴舒适度 电池用有线连接 一段是圆形骑士接口 插到头显上 旋转就可以锁定了 另一段是连接固定的移动电源 使用时可以放进口袋里 这块外置电池可以为Reality Pro 提供一小时左右的续航 体积造型和iPhone的MagSafe差不多 但会更厚一点 而且电池采用USB吸口设计 可以用MacBook Pro附带的充电器 为苹果头显电池充电 当然苹果也会很贴心的 提供后备电池作为配件购买 意味着可以使用多几块电池 延长头显的使用时间 这种外置式体验非常不优雅 体验不太苹果哦 这算是为了减轻头显重量 这套方案都有点不符合 普通消费者的习惯 更像是在开发中的方案而已 不像一个完成品 话说回来 其实Reality Pro的设计 也有些可劝可点的地方哦 例如有一个像Apple Watch一样的 数字表冠 按一下让用户在 VR和AR之间切换 有VR状态时被沉浸式内容包围 切换到AR状态后 虚拟内容会逐渐淡出 并且被用户真实的环境包围 这种听起来优雅一点的方案 比目前Quest系列的 XXVR头显测方案更成熟 有点像PSVR2方案的进化版 这个可以期待一下的 Bloomberg磐礴社的 知名苹果爆料员Mark Gurman 在4月23日的文章里提到 大概7年前 苹果开始计划开发VRAR 当时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普通消费者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台XR设备呢 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苹果自己都没有明确答案的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找到杀手级的应用场景 更何况这是一款 售价3000美道的头衔 所以苹果就来了一个反散操作 把尽可能多的应用和场景 提供给消费者 包括游戏 健身 冥想 阅读 影音等等 这方法跟2017年 刚推出Apple Watch时候 非常相似 当时Apple Watch的定位 是健身记录器 高精度计时器 遥控器 但是事实证明 并非所有功能都受消费者欢迎的 所以经过迭代和淘汰 最后Apple Watch选择了 专注在健康追踪 信息提示和复杂功能的标盘 9年之后 这套方法再次出现在苹果头衔上 Reality Pro将会集合非常丰富的功能 包括在AR和VR场景中 运行大部分第一番应用的iPad版本 包括Safari Facetime 照片等等常用的App都有 App Store里几十万个 先有的第三番应用 无碎适配或者经过小亮适配就可以用了 这让我想起Quest 2和Quest Pro 最近更新的手势控制 可以直接用双手点按平面按钮 上下滑动等操作 就是我觉得只是点空气没有触觉反馈 有点不太习惯 属于有点小傻吃但能用的水平 苹果其实可以在这基础上加上震动戒指 或者利用Apple Watch的震动 做点击按钮后的反馈 就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啦 所以苹果头衔 借用iPad应用的可能性 其实是非常大的 除此之外当然是有为VR设计的应用啦 例如一个冥想应用Wellness 在VR场景里提供沉浸视觉和舒缓平静的音乐 一个体育赛事应用 在虚拟场景里看球赛直播 新一代的虚拟视频会议系统 支持高清的虚拟形象 提供虚拟白板 可以有一个更逼真 更生灵其境的多人协作沟通的效果 有多种不同环境的沉浸式大屏观影应用 而且会推出VR版的Fitness Plus 可以在VR场景中锻炼 至于游戏 应该苹果会有不除 但目前没有太多消息 可以暂时忽略 反正你买苹果电脑都不太会用来打游戏是吧 下面提到VVR设计的应用 其实都可以在现有的VR应用里找出对应的 例如冥想应用有Trip 看球赛直播有Pico视频 但是的世界杯直播是做得非常好的 虚拟开会应用有Horizon Workrooms 观影应用有Skybox 健身有Lightsport和月圆ViewFit等等 其实我觉得健身应用在AR场景里会更合理 有一个真人比例的教练在你面前 大家做运动会非常带劲 如果头显的重量足够轻便 而且不压脸 确实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连着一根电源线 感觉很多动作都不能展开 健身这一块可以再挂挂一下的 苹果头显这么贵的产品 没有生产力怎么可以呢? 所以Adobe全载桶 3D建模应用等等 应该也会有VR版的 但如果连接Mac电脑作为YJ显示屏 是不是更有想象力呢? 就像Immers做的效果那样 在AR场景下空中显示出三块屏幕 对于一些工作应用应该挺有作用的 例如剪视频、看股票等等 提高一点生产力 最后就是交互了 除了有开始体积的眼动和手部追踪外 很有可能会加入Siri语音控制 搭配键盘甚至其他苹果设备 例如iPhone、Apple Watch等等 其实Quest 2很早以前 已经适配了妙控键盘 叠在一个键盘模型 在正式键盘上面 提高清晰度之余 在VR的全虚拟场景和AR透视场景 都可以看到键盘 不用忙操作 基于苹果第一代XL设备 Reality Pro 有这么丰富的功能布局后 真的发售了 就要看用户更喜欢哪些功能 以后可以集中精力管理开发 但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 实际佩戴体验 会不会只是比目前的VR设备好一点 可能没有那么晕 也足够的轻便 但是经过一轮使用和比较后 专业人士还是用回专业的4K HDL显示器工作 硬和极客用户 还是觉得iPad和Apple Watch等等设备更符合自身需求 普通用户买回去后 只是拿上手玩几个星期就吃灰 这情况就有点像Quest 2和Piggo 4了 硬件和系统在合格线上 但缺少可以让用户齐取投入时间进去的应用 加上传闻中Reality Pro极其昂贵的售价 身为3000美刀 苹果推出这么高贵的头显 实际上需要更加审慎 但市场需求调整硬件配置和售价 才有可能成为一款未来每个人都有的XL设备 甚至取代手机成为新终端 不过苹果官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确认过 会推出XL头显 这一期所有的消息 都是由其他爆料人和供应链打听回来的 如果真的被说中了 这记得回来点个赞 说错了这张图一乐吧 整个热度可以说是炒到了一个空闲结果 如果他6月份不出的话 很多人要名誉扫地了 如果出了那咱们当然就多开心 哪怕他卖3000美元 虽然我对苹果在今年推出XL头显抱有怀疑的态度 不过业界人士倒是非常渴望推出 正好上苹果的头显可以为业界指出一条名路 在硬件设计、系统、交互、应用生态做示范作用 让还在观望的大产门更容易抄作业 反正无论如何今年的WWDC是必须要看的了 在北京时间666日凌晨一点揭晓神秘面纱 姐夫到时候也会直播 有没有玩家有兴趣一起看呢? 你觉得苹果今年有没有机会推出XL头显呢? 上面说的消息有多少会说中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剂料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这些信息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XL头显 这个集鱼花体验和银河造成的XL号 整个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出资料 出发银河 好